3月3日晚 赌王女儿何超年更新了社交平台 她晒出给妈妈兴生的照片 配文妈妈生日快乐 附带两张全家福合影 画面十分温庆 据说 三太陈婉珍在赌王过世后 变得越来越低调 最近几年 也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从照片上来看 她似乎已经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依然青春美丽 丝后没有71岁的老太 被子女促勇着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陈婉珍端坐在中央 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小西服 里面是一件高领无衣 抹指上环带着一串猫头鹰的汉莲 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 唯有多少皱纹 下起来很和善 陈婉珍和赌王 一共生下了三个孩子 大女儿何超云 上包胎儿女何超年 何游启 三个孩子都在八亡之中 抽出时间回家陪妈妈兴生 还精心为妈妈准备了授徒 祝愿妈妈福寿绵绵 健康长寿 不少网友都被眼前的两个大饭头吸吸引 真就狠抢镜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张照片中 并没有出现两位女婿的身影 据此前消息 何超云已经订婚 未婚夫是消防队长 按理说 作为准女婿 又同在一个地方 在这魔虫妖的场合理应要出席的 而何超年的老公斗乔也未出镜 引发了热义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谈恋爱时经常杀狗粮 但是 自巴尼岛大婚之后 两人狠小同康 翻看何超年的社交账号发现 几乎都是晒和姐姐 朋友一起玩的照片 而且 两人的香港婚礼 至今没有举行 有网友说 何超年和斗乔世纪婚礼后 两人同康越来越小略 恋爱时经常受恩爱 结婚后反而同康小略 而且我没过生日 女婿决职怎么都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其实 斗乔没有再像母娘生日出镜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就是 她在给她们拍照 她们是同一个血物的 一起拍照留念再正常不过 第二种可能就是 有工作要忙 她搭档留思思的新剧 掌心3月4日在横店开机拍摄 所以无法陪何超年 一起回家今晚晚兴生 相信斗乔的生日 祝福肯定送到了 据悉 年轻时候的陈婉珍 长得颇具知识 看过照片的网友 都说到黄四个太太中 陈婉珍长得是最内看的 性格也很温柔 她生下的三个儿女 也都是何家的门面担当 尤其何超年 不比娱乐圈的女性颜值低 性格也很直爽 深受网友喜欢 说起来一招成寡妇 隐隐30年 勇奪67亿 陈婉珍 从来都不简单 在赌王何鸿生的四位太太中 陈婉珍说 她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位 但是可别小看这位三太太 她远比看起来更加心机 何鸿生的其他三位太太 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从豪门出身的大太太 都背景显黑 才华黄日的二太太南勤英 再到善武善事 事业上助力 赌王的四太太 她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值得取回家的妻子 然而 在这些人中 陈婉珍却是超无声色地 成为了何鸿生心中最特别之人 从一个普通护工到赌王之妻 她究竟是怎样走入赌王的心 又是如何在豪门中 稳稳占据一席之地的 此前 陈婉珍的女儿何超年 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上 提起过母亲 她意外的说出了其父亲何鸿生 和三房陈婉珍之间的相处秘密 原来 这一次要从何鸿生的原配妻子黎婉华说起 黎婉华 曾因一场车祸身体残疾 生活无法治理 正是在这个时候 陈婉珍变成为了她的私人培护 陈婉珍 不仅有著医学背景 更是何鸿生姐姐而媳妇的妹妹 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 让她在何家的地位 也并非是普通牧人 然而 没人了到 这位年轻的护士 竟然赢得了赌王的芳心 正是在黎婉华的暗中撮合下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尽管当时的何鸿生 已经有了南勤英这位二太太 但她对陈婉珍的温柔乖巧 却情有独钟 当时的黎婉华 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健康和未来考虑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陈婉珍来平衡 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陈婉珍 这位原本只是一名普通护士的女子 她凭借着自己的柔和与聪慧 成功地成为了何鸿生的三太太 但陈婉珍的心机 还远不止于此 当时 何鸿生为了讨陈婉珍欢心 变花了大手笔 在香港买下大谭亚拍院两个豪华单元 传都写上了陈婉珍的大名 这一举动 也因此宣告了陈婉珍的身份 那时 何鸿生的袁佩黎婉说 因健康问题 已难以与二太太男情应争重 陈婉珍的出现 似乎打破了这个平衡 但奇怪的是 陈婉珍并没有和其他太太起冲突 反倒是和他们关系不错 如此可看来 这个护工并不简单 他能同时与两位太太友好相处 还能让王宣告天下取了自己 这心机放在公斗剧中 估计都能打压过王后了吧 不久后 陈婉珍还为赌王生了三个孩子 可就在我们已为陈婉珍会掌狗 占据赌王心尖的时候 赌王转眼又在舞会上 遇到了梁安琪 落马就把他带回家 宣布成为四太太 这就不得不感叹了 有钱人就是任性 但就算家里有四个女人同时争重 陈婉珍也并没有服输 看看他的日常 你就知道为什么赌王会喜欢他了 在家里的他 不仅然为温柔 还狠会照顾家庭 最重要的是 他完全不会插手何鸿新的任何工作 更吸引人的是 他那天生的高情商 和会变换角色的能力 外出时 他是陪伴在赌王左右的妻子 在家里 他又变成了无微不置的言妻良母 陈婉珍与其他豪门太太不同 就是他总是低调破实地生活 最为人遵遵落到的 就是2001年 何鸿新受宴期间 以防扮了20卧包如宴 四房不禁事约扮了50卧 在外界纷纷猜測三房 要如何举办之时 陈婉珍在大房府底扮了19卧 即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不出头 不显摆 其他两房就是想找麻烦 都找不到对方的错处 这虽是一件小事 但能看出 陈婉珍一直很清醒 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仰致的资源 那么 董事 无害就是他最佳的保护式 但恰恰是这样身在局外的他 才能将一切尽掌握在手中 2009年 何鸿新在四太处述了一交 处进了医院 那时 以防和四房斗得难分难舍 互相看不顺眼 这时 不争不强的三房 成了中间人 陈婉珍带着孩子们 守在何鸿新的床前 即屌孝心又应付了记者 而随着何鸿新的年龄增大 挑选继承人也被提上了日程 无毒有偶 何超勤的继承人身份 也是板上钉钉了 也就是在这时 在以防和四房的冲突当中 陈婉珍没有再保持沉默 而是直接出面支持以防 当然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一个月时间 三太陈婉珍 就得到了好于15.81%的股份 市值达67亿 高出四房10个亿 为了化解危机 陈婉珍再拿到前的那一刻 转身投了一些潜在四房的产业当中 穩住了局面 如无意外 身有巨款的三太陈婉珍 只有不暖折腾 肯定能在富贵当中安享晚年 然而 赌王何鸿新去世后 一个危机打得陈婉珍措手不及 只能忍痛过财产平息危机 他狠少参与何家的商业事务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家庭上 即便是何鸿新去世后 他也保持了 这种安守本分的态度 不搞入复杂的家族纷争 众所周知 在陈婉珍67亿的家产中 还有一部分是航空公司股份 在这家航空公司 陈婉珍的妹妹担任要职 但自身捍卫不检 被包戒入别人家庭 此时一出 外界纷纷猜测 这下以防要如何对付三房呢 可注定要让外界失望了 陈婉珍再次发挥自己的食事务 不等开战 他直接就想交了航空公司的股份 这让妹妹人够辞职 看 或许陈婉珍 没有精明的算计和野心 但这份果断的写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何鸿新去世之前 陈婉珍总是装容精致 穿着考究 在何鸿新去世之后 或许是之前的生活 陈婉珍总是在迎合 一朝解放 他穿着随意 素面朝天 偶然 还能看他和子女吃露变探 何家四位太太走到最后 只要说起陈婉珍 谁都要赞一句他的息事务 能够在庞大生意的何家安稳的生存下来 且获得了足以衣食无忧的产业 陈婉珍可谓是人身赢家 可周旋在这些关系中 他的清醒和忍耐 也是无人能够 常生活中 陈婉珍更像是一个平凡女主人 他不像其他豪门太太 哪样精心打扮 反而 他常常自己下厨 做一些家常菜级家人 但别看他平时者摸低调 实际上他最近还成立了月期协会 在何鸿新的四位太太中 陈婉珍无疑是最低调的那一位 他的欲疑方式 也都是亲力亲为 并且还严格督促他们的学业 限下时 陈婉珍还有个爱好 那就是珠宝和古董的收藏 据说他的家里有个密室 专门用来收藏赌王送他的珠宝 赌王对陈婉珍 更是赞与有家 曾公开夸掌 他是个言妻良母 他的女儿何超年对母亲的敬佩之情 就更逆于言表了 何超年一直认为母亲 虽然嫁给了富有的丈夫 但他选择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孩子身上 这样的母爱 让陈婉珍成为一个 备受尊敬的母亲形象 在赌王的四位太太中 三太陈婉珍 总是被视为小透明 陈婉珍从一个小小的汉户 到成为赌王的本太太 再到最后获得巨颅家产 至于他的审时度势 次分不开的 一个没有几份本事的人 在何家复杂的关系当中 是走不出来了 可见 陈婉珍的扮猪吃老虎 珍的是运用的牢火纯清 给大家看 我们下期再见